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不同的宝石 有些石头很常见 而有些则几乎不可能找到 我敢打赌 很多人都会想到钻石 祖母绿和红宝石 但是 有许的宝石比这些闪闪发光的宝石要稀有得多 虽然几乎所有的宝石都是石头 但是 并非所有的石头都是宝石 从天外飞来的岩石 到在黑暗中闪闪发光的宝石 让我们来看看地球上一些最稀有的岩石 石头和宝石 都说钻石是女孩最好的朋友 不过 我在他们还不知道红钻石 正如他们的名字所示 红钻散发出迷人的红色 与红宝石不同的是 红宝石的红色 来自其紧密碳结构中的葛杂质 红钻根本没有任何杂质 这让科学家们摸不着头脑 如果不确定是什么使它们变成红色 就不可能确切地确定它们是如何形成的 这使它们变得更加神秘和有价值 这是因为 钻石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有多大或多闪亮 还在于它有多稀有 考虑到目前仅有30颗宝石级红钻 它们可能是地球上最稀有的岩石 其中最大的一颗被称为穆萨耶夫红钻 仅重5.11克拉 这意味着它刚刚一克多一点 尽管它的体积很小 但这颗罕见的红钻 使它在2001年以超过80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 因此 考虑到其中最大一颗的重量 还不如一枚回形针 如果把所有30颗宝石收集在一起 它们的重量也就相当于一节AA电池 但是根据穆萨耶夫红钻的售价 一颗AA电池大小的红钻 可能价值高达1.11亿美元 这可真是一颗昂贵的宝石 诱人的坦桑幽莲石 从它的名字你可能就能看出来 全世界只有一个地方能找到坦桑石 那就是坦桑尼亚 这种明亮的蓝色石头 是由一种叫做幽幽石的矿物形成的 它只在起立马扎罗山的山脚下开采 这是因为 大约5.85亿年前 这个富含幽莲石的地区 发生了频繁的构造活动 幸运的是 在这一过程中 超高温超高压 使得混合物中 含有稀有的化学元素拱 正是这种元素赋予了坦桑石 亮丽的蓝色 这种地质现象 在世界其他地方从未见过 这使得坦桑石 比其他钻石要稀有1000倍 但让这块石头变得有趣的 不仅仅是它的稀有 这种宝石还具有多色性 因此 根据观察它的方式 它可以呈现出许多不同的颜色 就像这个 从不同的角度看 它可以呈现出蓝色 紫色 甚至粉红色 尽管它有变色的能力 当它展示出最著名的深蓝色时 它是最珍贵的 正如这位非常幸运的矿工 所发现的那样 他发现了历史上最大 最蓝的两块坦桑石 其中最大的一块重到20多磅 他以惊人的77亿 坦桑尼亚先令的价格 将它们卖给了政府 这真是一笔巨款 现在我想做一个快速调查 在一块变色坦桑石 和一颗罕见的红钻之间 你更想拥有哪一颗 想要蓝色的 点击点赞按钮吧 想要红色的 请点击订阅按钮 现在我们说到哪里了 珍稀的红珊瑚 大多数宝石和矿物 都是从地球深处开采出来的 但有一个非常潮湿的例外 红珊瑚又称西游珊瑚 由海洋珊瑚虫的扇形分泌物制成 它看起来像植物 但其坚硬的分支结构 是由碳酸钙构成的 就像贝壳一样 然而 这些神奇的扇子 每年生长不到一英寸 而且由于过度捕捞和污染 现在已经很少能找到 超过1.5英尺高的扇子珊瑚了 无论珊瑚多大 大多数珊瑚 都可以被打磨成华丽的首饰 目前这种首饰的需求量非常大 你可能认为珊瑚很常见 但是 红珊瑚只生长在海拔2000英尺以下的地方 不仅如此 它还只能在地中海的特定地点 中国和日本的沿海区域 可以想象 这些有限的地点和危险的深度 使得它们非常罕见 也很难采集到 这时的珍贵珊瑚的价格大幅上涨 仅一颗顶级珊瑚的价值就高达1600美元 也许钱不会长在树上 但一定会长在海底 迷人的赫铁矿 闪电划过天空时可能看起来很酷 但当它击中地面时 会留下更不可思议的东西 这就是赫铁矿 也被称为闪电化石 当闪电击中富含二氧化硅矿物 如含有沙子或岩石的地面时 就会出现这种现象 这种矿物质的熔点为华氏3300度 但闪电的气温可高达华氏5万度 这是太阳表面温度的5倍 因此当闪电击中地面时 任何二氧化硅都会在不到千分之一秒的时间内融化 并在冷却过程中融合在一起 当闪电击中岩石时 放电的热量有时会将气形物质 融成一块坚硬的玻璃 但在沙地上 它会留下一个奇特的空心玻璃管 经常是长度不足一英尺的玻璃碎片 然而 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 被闪电击中的整个分支物体的结构 可以像这样完美地保存在土里 这块在密歇根湖沿岸 发现的闪电熔岩长达12英尺多 其分支几乎就像树根一样 但它不是迄今为止 发现的最长的闪电化石 1996年 一个雷电研究小组 在加利福尼亚乡村 发现的这条 长达17英尺的闪电熔岩 令人难以置信 但是 由于它们的结构非常脆弱 很少有人发现过这样的标本 它们非常稀有 科学界非常希望能收到这样的标本 任何超过6英尺的闪电熔岩标本 通常都会被送到最近的博物馆 我敢打赌 这一定是一场震撼人心的展览 获真价实的玉 翡翠是一种华丽的绿色宝石 可制成令人惊叹的装饰品和珠宝 但是 尽管它看起来非常美丽 你可能会惊讶地发现 并非所有的玉石都是一样的 这是因为翡翠的矿物种类不是一种 而是两种 其中 等级较低的玉被称为软玉 是一种常见的矿物 具有接近蜡状的光泽 在世界各地都可以开采 另一种翡翠 是一种致密的矿物 具有丰富的 近乎祖母绿般的光泽 全世界仅有十个地方出产 但是 与钻石等坚硬耐用的矿物相比 这些矿物的硬度如何呢 矿物的硬度是通过一种叫做 末世硬度的东西来排序的 末世硬度从一到十 钻石是地球上最坚硬的矿物之一 其硬度为十 翡翠得到了可观的七分 但软玉只有六分 你可能已经知道 翡翠的稀有性 颜色和硬度 使它的价位要高得多 有多高呢 2014年 由27颗翡翠珠子组成的 赫顿母记瓦尼项链 每颗大约只有拇指的一半宽 卖出了2740万美元的天价 每颗珠子的价格超过100万美元 知道你几辈子都买不起这些东西 还有人感到有点厌烦吗 惊人的蓝龟蓬盖石 早在1902年 斯里兰卡的深处就出土了一种奇特的固体矿物 它看起来是黑色的 但也有黄色 蓝色和绿色的奇怪色调 科学家们最终推断 这是一种彭硅酸盐矿物 人们以前从未见过这种结晶体 它由许多其他矿物的分子组成 如氧 硅 铭 盘 盖 盖和铝 这些分子在一个复杂的 无法想象的形成过程中结合在一起 尽管背后的科学令人头痛 但这使得这种矿物的存在更加令人惊叹 这一令人惊叹难以置信的发现 被命名为蓝龟蓬盖石 取自斯里兰卡古老的阿拉伯语名称 Serendib 矿工们很快就开始寻找更多的神秘矿物 但是 它们的收获少之又少 是真的很少 目前已知的蓝龟蓬盖石标本不足五个 2005年 在附近的缅甸又奇迹般地发现了一个新的蓝龟蓬盖石矿床 如今 这些仍是整个地球上唯一已知的宝石级蓝龟蓬盖石产地 但即便如此 现存的宝石级蓝龟蓬盖石不到十颗 这种稀有程度使它们极为珍贵 像这颗原石 每克拉的价值高达200万美元 这意味着 一颗仅重一颗的蓝龟蓬盖石宝石 就可能价值1000万美元 天呐 无法抗拒的猫眼石 有一种宝石不仅比钻石稀有 而且可以说比钻石还更令人惊叹 像这颗猫眼石 是一种无定型的水和二氧化龟 对于不太了解古老科学的人来说 这是由二氧化龟和水组成的一种花哨的说法 当水从地下流下时 它会从沙盐中吸收二氧化龟 并将这种富含二氧化龟的溶液 带入盐石甚至化石的裂缝中 但随着水分的蒸发 闪亮的二氧化龟沉积物流了下来 这种情况会持续数千年 直到猫眼石形成 而有些猫眼石就像这一棵 出土石非常的壮观 天呐 真漂亮 澳大利亚出产的猫眼石 约占世界总量的97% 虽然大部分猫眼石产自世界著名的 库博佩迪矿区 但有一种猫眼石 几乎只在一个叫闪电岭的地方出产 这就是黑猫眼石 全世界最稀有的宝石之一 与普通蛋白石不同的是 这些诱人的石头的主体色调是黑色的 这使得二氧化龟沉积物折射出的颜色更加突出 标本越大 颜色就越好看 比如永恒之火 这块重达568克拉的水晶 是世界上最精美的未切割猫眼石 重量接近一公斤 价值超过67.5万美元 尽管它如此精美 但它并不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昂贵的黑色猫眼石 这块被称为皇家一号的独特鲜艳的绿色和蓝色猫眼石 重达306克拉 是一块真正令人惊叹的黑猫眼石 早在2005年就被一名矿工发现 起初 上面的浮渣让它以为下面的猫眼石质量很差 但是 仅在切开一刀之后 就会发现这颗宝石具有罕见的光谱清晰度 它最终以300万美元的天价售出 不过 猫眼石的稀有性并不仅仅在于它的大小 令人惊叹的72克拉处女彩虹猫眼石就证明了这一点 这颗非凡的宝石可以很好地折射光线 即使在黑暗中 它的彩虹色也显得熠熠生辉 令人难以置信的色彩和美妙的荧光 使这颗只有手指大小的宝石价值达到了惊人的100万美元 好吧 它可能算是比较贵的 但我觉得它一定可以算作一盏华丽的夜灯 不可思议的天青石 几乎每一个带着水晶球和头巾的灵异苏珊人都会说 亮蓝色的天青石 或者天青石具有神奇的治疗功效 虽然这种宝石的低级品种很常见 但是它的高级品种却非常罕见 但即便如此 它们也绝对不神奇 对不起 苏珊 天青石是一种稀有矿物 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受人们的珍视 这并不是因为它是引人注目的雕像或令人敬畏的装饰品 而是因为它的令人难以置信的颜色 在1824年以前 这种蓝色岩石提供给画家的深蓝色颜料 使它比黄金更珍贵 更有价值 由于价格昂贵 即使像米开朗基罗这样著名的艺术家也根本买不起 但是1824年 合成的深蓝色颜料被开发出来后 天青石因其天然的不完美而变得更加珍贵 贯穿天青石的闪闪发光的截壳是方解石 黄铁矿 灰梯矿和云母的痕迹 这些矿物在用于燃料时 会以不同的方式折射光线 这意味着 没有两种天青石燃料会呈现出相同的效果 使得这些艺术品变得独一无二 最珍贵的天青石 没有明显的方解石 其五叶蓝的色调 使宝石看起来像亚光蓝宝石 在这种顶级品质中 20克拉甚至10克拉的切工都是非常罕见的 最多也就4克 这也足以让你感到犹豫了 明亮的蓝色琥珀 琥珀是一种色彩丰富的金色宝石 通常用于装饰女士项链和恐龙爱好者的手杖 它是一种树脂化石 是一些树木为防止昆虫和真菌而产生的粘性物质 因此昆虫和植物会被困在树脂中 随着树脂的硬化 有时长达数百万年 它们的金色监狱最终变成了琥珀 但在多米尼加共和国 它们开采出一种独特的琥珀 令人惊讶的是 这种琥珀不是标志性的金色 相反 它呈现出一种奇异的蓝色 构成这些标本的超级稀有树脂 来自现已灭绝的琥珀树 这种树大约在2500万到4000万年前消失 科学家认为 森林大火导致这些树木向大气中释放出碳氢化合物 而这些碳氢化合物又被树脂吸收 这些碳氢化合物会使任何紫外线 如阳光中的紫外线频率降低 从而产生蓝光 当把它放在没有紫外线的人造灯光下时 它就会像普通琥珀一样发出金色的光芒 由于这种宝石的供应量有限 近年来它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青睐 一便是大小的琥珀块 售价高达2000多美元 每克超过450美元 这种烟熏的老树叶比黄金还值钱 他们说树上不会涨钱 黑药石是一种火扇玻璃 由熔岩或岩浆流形成 含有丰富的二氧化硅 因此非常厚重 粘稠 让人看了感觉怪异 大多数熔岩流是逐渐冷却的 而有些熔岩流则是被海水等水源迅速冷却的 由于冷却速度太快 岩浆中的原子无法排列成通常的晶体结构 结果就形成了像玻璃一样断裂的光滑质地火山岩 不过 有时 玻璃里也会藏着令人惊叹的东西 这些色彩斑斓的岩层 来自于一种非常罕见的烈焰黑药石标本 与普通黑药石不同的是 这种万花筒般的色彩 来自于磁铁矿纳米晶体层 它们在熔岩浴水后 在岩石中形成薄层 这些薄层对光线的折射 比黑药石要好得多 会产生这些鲜艳的火红的色彩 不过 正如你可能想象的那样 这种奇妙的磁铁矿混合物并不常见 事实上 真正的烈焰黑药石只在俄勒冈州的火山高地发现过 尽管如此 世界上还有其他颜色稍逊一筹的黑药石标本 比如这块 这就是名副其实的彩虹黑药石 虽然彩虹黑药石的颜色 也是由磁铁矿纳米晶体的分布造成的 但彩虹黑药石的颜色更柔和 条纹更粗 尽管如此 我个人认为 彩虹黑药石并不逊色于它的烈焰朋友 但是 如果有机会 你是愿意拥有一片鲜艳的火黑药石 还是一大块彩虹黑药石呢 请在评论中告诉我 惊人的亚历山大石 早在19世纪30年代 俄罗斯乌拉尔山脉的一位矿工 就真正逃到了金子 或者更准确地说 逃到了亚历山大石 看 这块迷人的清澈的石头 并没有什么特别 直到你从不同的角度看它 我说的是字面意思 由于它的晶体结构中 含有微量的葛 因此在日光下 会呈现出祖母绿或孔雀兰 而在白尺灯下 则会呈现出宝石红或紫水精子 在它被发现时 红色和绿色正好是 俄罗斯帝国的主色调 难怪贵族们 用他们敬爱的领袖 沙皇亚历山大二石的名字 来命名这种会变色的宝石 可以想象 具有强烈而独特的 变色特性的标本 是非常稀有和珍贵的 尽管后来在斯里兰卡 非洲和巴西 都发现了亚历山大石 但其变色的鲜艳程度 因开采地点而异 只是 它们的售价都非常高 有多高呢 最高品质的伊克拉亚历山大石 可卖到4万美元以上 也就是说 像这颗重大27克拉的极品标本 价值可能远远超过100万美元 不过 如果能在一颗宝石上 欣赏到两种迷人的色彩 我想说 花在它身上的每一分钱 都是值得的 虽然从技术上讲 珍珠并不是宝石 但其完美的外观 仍然使得人类垂涎 当一粒沙子 或一片贝壳等小东西 进入牡蛎 蛤蜊 或软体动物体内时 珍珠就形成了 为了保护自己 技术会分明一种 叫做珍珠质的物质 这种物质通常覆盖在侵入物质上 以防止被侵害 慢慢地 珍珠质在侵入物体周围堆积起来 艰苦的珍珠形成过程就开始了 野生珍珠需要长达7年的时间 才能成功形成 但根据刺激物的大小 形成的珍珠 可能是任何大小或形状 有些软体动物的贝壳里 甚至可以藏有多颗珍珠 通常情况下 这些珍珠越圆 它们就越稀有 不过 有一个很大的例外 这颗星形般大小的珍珠 被称为波多黎各珍珠 是2006年在菲律宾的 一只巨蚌体内发现的 它重达75蚌 长26英寸 宽12英寸 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珍珠 它的重量之大令人扎舌 足足有17万克拉 这意味着 它高达1亿美元 虽然没有人知道 这只棒花了多长时间 才制造出这颗璀璨的珍珠 但很明显 不管是什么刺激物 导致了这颗珍珠的诞生 都困扰了它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神奇的彩斑宝石 珍珠并不是世界上 唯一的有机宝石 几乎只在北美洲 熊掌岩层的斜坡上 发现过彩斑宝石 它已令人难以置信的颜色 和不寻常的螺旋状形状 让你眼花缭乱 这种宝石形成于史前动物 橘石的贝壳化石中 与牡蛎和蛤蜊一样 这些都是海洋软体动物 虽然它们在大约6500万年前 就已经灭绝 但却留下了色彩斑斓的遗产 这是因为 它们的贝壳中 含有散石 这种矿物与软体动物的珍珠质 成分相同 这种矿物组成的薄片 经过长时间的结晶 会干扰光线 并将光线反射出各种彩虹色 在这些巨大的螺旋状漩涡中 最常见的是红色和绿色 有些晶体块的质地 看起来像龙皮 由于宝石级的彩斑宝石 只能在熊掌山找到 这种色彩惊人的宝石 被认为比钻石还要稀有 它的价格当然也反映了这一点 根据颜色的鲜艳程度 像这块直径18英寸的 大化石标本 售价高达12.5万美元 哇 还是有人认为 价格已经失控了吗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 一些软体动物能制造珍珠 但是你听说过蛇 也能制造珍珠吗 蛇珍珠有时被称为 眼镜蛇珍珠 蛇珠或纳加玛尼 是一种光滑的透镜状宝石 据说可以在蛇的头部和尾部 找到就像这颗 在非洲 印度和亚洲的 民间传说中 人们认为用这些石头 揉搓被蛇咬上的部位 可以起到治疗作用 但与软体动物不同的是 蛇的解剖结构中 绝对没有任何东西 会导致在蛇体内 形成这样的石头 可悲的是 人们发现这些石头 是人类插入 蛇身体中的深色玻璃 也有烧焦的动物鸡脚 这些都是为了 让民间传说更可信 好吧 我个人认为 这段视频 是用一颗普通的黑珠子 和大量iMovie编辑制作的 纯粹是为了助长 残忍的眼镜蛇珍珠神话 你怎么看呢 请在评论中告诉我 你认为黑宝石的真实面目 值得一看到橄榄陨石 在一个晴朗的夜晚 你可能会幸运地发现 陨石像钻石一样 闪亮地划过天空 但其中一些太空岩石 与钻石的共同之处 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 这是一块 来自火星和木星之间 小行星带的橄榄陨石 这种蜂窝状的晶体和岩石 是由太阳系最初形成石 也就是大约45亿年前 当时的矿物和金属组成的 岩石的主要成分是铁和镍金属 而晶体则是一种叫做 橄榄石的矿物 这些晶体的纯度非常高 以被作为橄榄石成分的 科学标准 在地球上 它们被称为橄榄陨石 尽管其价格昂贵 但由于地球上的 火山橄榄石杂质浓度相对较高 这意味着火山橄榄石质量 远不如橄榄陨石 更稀有的是 目前人类已知的 这样的橄榄陨石标本 只有大约93件 有些很小 有些却很大 因此 可以想象 这位名叫兰迪·克罗特夫的科学家 在看到这块巨大的 灰绿岩标本石的激动心情 早在2006年 一个糊涂的农民就在自家田里 发现了这块陨石 但直到两个狂热的陨石猎人 发现了它 它才在2011年 被送到华盛顿大学进行检测 它们不仅确认了 这是一块纯净的橄榄陨石 而且根据它们的估算 这块看起来脏兮兮的石头 价值高达85万美元 可以说 这些石头的价格 简直就是天价 但是 在夜空中划过的稀有陨石 远不止橄榄陨石 虽然乍一看 这块名为NWA-7325的陨石 平平无奇 看起来还不如它的表情 橄榄陨石漂亮 但实际上 它要稀有得多 这是因为 NWA-7325 并不是在太空深处随机形成的 它是来自水星的石头 这块绿色的小石头 仅重345克 比人的拳头还小 但是 尽管它的体积很小 科学家们还是能够确定 它的美和葛含量很高 与太阳系中最小的 行星的美和葛含量非常接近 正是这种密集的氧化葛成分 通常被用作绿色染料的颜色 赋予了这块石头绿色的色调 更不用说 它的雌性与水星的雌性完全吻合 这简直就是一级 CSI太阳系 迄今为止 科学家们知道 大约于180块陨石来自月球 70块来自火星 但这块陨石是第一块 也是目前唯一一块来自水星的陨石 作为迄今为止唯一的标本 它无疑是地球上最稀有的石头 虽然没有人敢为它估价 但我认为 说这块石头是无价之宝 并不过分 你有亲眼见过这些稀有的石头吗 甚至拿过吗 请在下面的评论中告诉我 谢谢观看